草帽一伙围在篝火旁 纳美说起诺兰德在400年前到达了加亚岛 数年前当他再次回来时 加亚岛藏着黄金箱的那一部分 却已经被上冲海流冲上了天空 或许是因为空岛独特的气候 阿帕亚多的动植物都长得非常大 在让环境和青海的加亚岛已经截然不同 众人回想起诺兰德的那句遗言 在骷髅的右眼中看到了黄金 纳美将罗宾在摩古镇拿到的加亚岛地图 和他们从天降沉船里打捞上来的空岛旧地图 沿着库里凯一分为二的房子拼接起来 整个加亚岛的形状看上去就像一个骷髅头 而黄金箱的位置就在右眼处 谜语已经解开 众人都恨不得立即找到黄金 纳美计划说 明天天一亮 他们就分为两对行动 一队去找黄金 一队留守在梅利号上照顾甘福尔 罗宾见夜色已深 提议扑灭篝火 以免被敌人察觉 陆飞和乌苏普特闹回路却和他不一样 他们说没有篝火的野营是没有灵魂的 那没逮住陆飞就是一顿骂 希望他能像个正常人一样思考 火焰最容易吸引来野兽 他话音未落 一头白狼忽然险身 经过乔巴的翻译 大家才明白 原来白狼是嫌弃他们太吵 这头白狼颇有蛊惑仔的气质 先表示这里是他们的地盘 被纳美一拳走翻后 立即又换了一副嘴脸 让纳美为大解头 随着堆积出小山的木柴熊熊燃烧起来 狼群和草猫一火 围着篝火开启了宴会 罗宾望着沉浸在欢声笑语中的众人 也不禁露出了微笑 甘福尔伤情见欲 苏醒了过来 望着这些欢快的海贼们 摸着地上实实在在土壤说 对空岛人而言 巴斯是最珍贵的东西 阿帕亚托这么大一座巴斯构建的岛屿 简直就是无尽的宝藏 另一边 撤退的山迪亚战士们 躲在神之岛边休整 拉奇见卡玛奇利 伤势沉重 心里很是愧疚 韦伯知道 拉奇是因为保护艾莎的背包 而露出破绽的 顿时发起了雷霆之怒 卡玛奇利见状强忍伤痛来劝架 说自己还能继续参战 明天一定能夺回阿帕亚多 重回山迪亚一族400年前的故乡 到那时 没人会在意这么一小巴巴斯 宴会结束后 众人都尽兴地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乌索普半夜尿挤起来接受 果然听见梅里号上有声音 由于夜色太黑 四周又弥漫着茫茫大雾 乌索普只看到好像有一个小孩 在修捕船只 乌索普以为大半夜遇到了鬼 吓得当场差点隔屁 与此同时 三名神官奉命来到了神社 还没面见神 他们便为谁强谁弱 直接打了起来 这时 神社的大门果然自动打开 三名神官一边厮杀 一边冲了进去 大声嚷嚷着 自己才是神之岛的最佳护卫 自己的试炼才是最强 其他两个同僚都是垃圾 这些人越吵越起劲 天空中忽然落下一道惊雷 将他们分开 爱尼路飞升而出 安卧在玉座上 爱尼路对空岛发生的所有事 都撩如指掌 他的新网能力之强大 确实能在空岛这片区域内 达到神的全知境界 爱尼路说 山迪亚一族明天会再次发起进攻 甘福尔大难不死 现在跟那般青海人打成了一片 而那些青海人 则对岛上的黄金垂现三次 总之明天这座神之岛会热闹得很 原本神官们 只能在自己的试炼区域狩猎 这回 爱尼路破例开放了整座神之岛 要他们放开手脚大闹一场 见神官们面的疑惑 爱尼路说 真言已经基本完成了 快点在这座岛上做个两段吧 开始我们的旅程 到梦想的世界去 一日天一亮 乌苏普急忙去查看梅丽号 却吓了一大跳 原本破破烂烂的梅丽号 居然被不知什么人给修好了 不过修不手法 相当拙劣粗糙 显然是个身手 乌苏普还发现了一个离奇的地方 梅丽号竟然被修成刚下海时的模样 那个做好事不留名的修船工 为何会知道梅丽号原本的样子 简直就像恢复了初上设置一样 想不通的是 大家便不再去想 毕竟他们还有大事要做 为了将梅丽号从活祭品集团上拉下水 乌苏普只好用上乌鸦丸号 和乌苏普啊 可惜失败了 无奈之下 乌苏普一咬牙 拿旧船协会副会长乔巴当鱼儿 吊起了巨型空纱 再让山智将绳索套在空纱的脖子上 空纱的力气大得出奇 终于顺利将梅丽号拉下了祭坛 乔巴也差点吓死过去 鲁飞 索龙 罗宾和乔巴为探索组 负责到遗迹里取走黄金 纳美 乌苏普和山智 则驾驶着梅丽号沿着云运河逃离神之道 双方在岛边会合后 便禁止逃离空岛 探索组还没走多久 索龙这个头号大鲁痴 和陆飞这个二号鲁痴 就吵吵嚷嚷起来 他们一个要向左 一个要向右 罗宾无奈地告诉两人 他们全走反了 因为今天有三人做配 乔巴胆子肥了不少 他快活地迈步 完全就是旅游的状态 不料走着走着 乔巴忽然感觉背后的树丛好像在动 他吓得冷汗直冒 却又怕被陆飞嘲笑是胆小鬼 便只好把话烂在肚子里 没走多久 其他人也察觉到了异样 树丛忽然拔地而起 赫然是一头巨大的怪兽 另一边 乌索普在梅里号上 肆意指挥纳美和山智 简直过足了当船长的意 这就叫陆飞不在家 乌索普称大王 甘福尔和皮尔尔 这两名重伤员在船上养伤 甘福尔帮不上忙 便向主人讲起了空岛的历史 神不过是空之民 对领导者的竞称 甘福尔知道六年前 还是空岛的上一任神 在四百年以前 空之民还靠着青海 冲上来的武兹生活 他们将稀有的巴斯 设计起来塑造成神像供奉 阿派亚多被冲上空岛后 空之民将其视为上舱的礼物 立即打算占为己有 不料 岛上已经有山迪亚一族 空之民为了一己私欲 将山迪亚一族赶出了家乡 两族此后一直纷争不断 立场为了争夺巴斯的百年战争 就此打响了 山迪亚人将空之民视为死敌 见一个杀一个绝不留情 甘福尔在位期间 艾尼路从某座空岛上 忽然领兵来袭 将神之护卫和山迪亚游击队 全部干翻 自己坐在了神的位置上 神队里经常有人 莫名其妙地失踪 传闻他们被艾尼路 关在某处当苦役 那些苦役 偶尔会弄到船逃出来 山迪亚人之所以会袭击梅利号 可能就是将他们 互当成了逃出来的苦役 甘福尔又说 艾尼路的恐怖统治不仅如此 他还喜欢 给来到空岛的青海人 冠上莫须有的罪名 再逼迫空之民 将青海人引导至制裁之地 目的就是为了 让空之民产生负罪感 坏有负罪感的人 心灵会变得脆弱 便更加需要抓住某个神 来救赎自己 艾尼路这么做 就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 另一边 拉契回想往昔 甘福尔曾经多次来到云影村 跟山迪亚族人交涉 希望双方能够平息纷争 和平共处 当时年轻气盛的韦伯总是跳出来反对 用拳头打断每一场谈判 阿派亚多为空之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资 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愈发富足 山迪亚人却只能窝居在角落里 人少地薄 艰苦度日 韦伯的态度很明确 除非甘福尔交还阿派亚多 火只砍下一百个空岛平民的脑袋 否则就有谈判的可能 拉奇一直畏惧着韦伯 这个像恶鬼一样的男人 如今却领导着部族 他不清楚韦伯领导的这场战争 最终会将山迪亚一族带去哪里 能够踩着同伴的尸体 不停向前的战士 随我出征 为了取下艾尼路的手机 韦伯已经不顾一切代价 打算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与此同时 路飞等人被那头巨大的怪蛇天空之主 逼得到处乱窜 这条蛇简直大得像龙一样 咬牙上流出的毒液 还会腐蚀掉树木 不用多想 要是人中了这条蛇的毒 肯定必死无疑 索龙等人都不敢招惹天空之主 路飞续觉得好玩 还荡秋千动那条蛇 一阵混乱之后 众人都跑散了 索龙一左右分南北 路飞硬着头皮 直往温暖的地方钻 四个人竟然走出了 四条迥然不同的路线 看来想要会师 还得费一番功夫